记者林金伦宜兰报道,清明连夹雪岁塞车让人习以为常,不过最近有网友表示,国武北返时,雪岁内速线较高却只能归宿,反而出隧道到速线较低的路段开始可以加速。 高工局表示,科技执法让许多人刻意拉长车距,才造成隧道内车速较慢,提醒用路人应尽量缩短车距让车流顺畅。 国武北上的雪岁内速线位每小时90公里,出隧道后则降为80公里,高工区平行控中心副组仍然如平坦言。 雪岁北上因为有些微上坡,许多用路人未发觉自己车速在进入隧道后会减慢,直到行驶到隧道中后段才开始发觉加快车速。 加上科技执法上路后,用路人单行车距拉得太近,会被开出罚单,但车多时如果车距太长也会影响隧道内的行驶速度。 造成隧道内速线高车速慢,但出隧道后速线的确车速快的特殊情况。 蓝如平提醒,在隧道拥塞时段,科技执法并不会针对车距过近而开出罚单,呼吁用路人在隧道内应尽量将车距缩小在20公尺内。 隧道内两个消防砖之间的距离为50公尺,民众可依此横来辆车距,如此就能有效增加隧道内的车速。 心控中心每三分钟也会定时广播,提醒用路人加快车速,拉近车距,以保持隧道内车流的畅通。